每个月捐300元 让爱来持续 家住在头城的阿万 高二的时候在就学途中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导致了脊椎受伤 下半身是痰痪的 30多年来生活都需要依靠他人来照顾 现在他的爸爸妈妈年事已高 照顾更加的吃力 一来联合全目基金会 特别募集了爱心尿布 还有电动代步车的电池 今天专程送到阿万的家中 也希望各界持续来支持捐款 宜兰联合全目基金会的人员 推着爱心尿布、看护店 以及爱心年菜来到了头城 金面三边的阿万家中 帮助身心障碍者阿万 阿万是高二时 在就学途中发生严重的车祸 导致脊椎受伤 下半身瘫痪 零有第七类及重度身心障碍手册 30年来的生活完全需要 依赖他人照顾 在辅聚的协助之下 会协助父母来做检疫的资源回收工作 不过近年来 父母的年纪渐长 照顾阿万的工作也健感吃力 因此宜兰联合全目基金会 募集了爱心尿布、看护店 以及爱心年菜 专程来送到阿万的家中 高二的时候发生粗祸 家庭负担很重 老婆、老母人都年纪很多 所以说我们联合全目基金会 祥印、帮忙湯、木吉、尿布 还有这些联菜团都服用 所以说我们这个 船上这个 我们的脊椎理事长都来 我们的乡亲都要多多来帮忙 这个肉食团体 今年这个疫情 也是说赶快结束 希望我们生活比较平常 希望我们联合全目基金会 能帮忙这个所有的肉食团体 除此之外 宜兰县发展迟缓儿童早期疗育协会 也协助整理了二手电动代步车 提供给阿万的父亲 宜兰联合全目基金会 则是提供电池经费 帮助增强生活的自主能力 他生活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联合全目跟早聊 也帮忙募集了一台代步车 还有那个电池 还有看护店 跟尿铺跟一些年菜 来帮助我们清函的会员 今天非常感谢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 月捐三百障碍持续 然后来帮助我们深藏的朋友 供应 看能不能让他这样 生活比较高 他要去看医生 要出钱再好时 所以我们联群 已经把他响应 留不住了 代步车电池 联合全目基金会了解身心障碍者 在生活当中的需求 针对经济弱势的家庭 为他们来募集尿布 看护店以及营养食品等固定捐款 希望号召爱心民众不间断的爱心 来减轻长期照顾的照顾者 以及努力生活的身心障碍者的经济负担 月捐三百元 让爱持续 让我们一起为弱势团体 以及经济弱势的家户募集爱心尿布 看护店以及营养食品 月捐三百 让爱持续 帮助升降朋友 一栏新闻记者石世明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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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